這個有點太愛了 如果跟剛講的歷史的意義 這些事比較有關的話 當然我覺得因為這邊公園 這邊有個區就是當年開的區 這個事情跟這個有關係 這個開港跟這個有關係的話 看是不是可以就近 因為開放中間這邊比較大 是不是可以結合包括寶珍的這些事情 看來意義會比較完整 因為這個是我們要決定的位置 但我覺得目前來講給我們的資料 這個應該是相比建設這邊的規劃要提出來 不是今天的這個區域的建築師來處理的 這個整體的處理方式 然後這裡面當然後中後少都可以看到 這個保存當然這是一部分 但我相信它這邊好像看來 還是做了一點點暗示性的三個月 就等這些看 那就我們的調查 就是今天的報告裡面的第一頁 封面頁 就是封面頁 就是封面看來這個現場的那些潛艇 或是那個應該都 那些時候都還蠻漂亮 還蠻完整 那當然可以遷移在這邊來 我想這個都沒有說明了 我想應該可以 所以這個空間 開放空間來講 應該都可以留的機會 應該都有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可能要 這個可能要 可不可以獨立放大 然後再討論 想想的清潔的 說明清楚 那甚至呢 這個防止要不要 反美異位 因為它原來是面的 這個面的 那原因是什麼 等等 這個應該都有所交代 就是說 按照這個 這個上次的這個 這個婚姻呢 就是說對親密的位置 我們應該要 應該有所同意或討論 但我覺得看來 這個都沒有說明清楚 這是第二點 甚至呢 還有一點 就是這裡面的 這個第二點裡面的一點 就是 蓋這個房子的時候 這個房子的監測計畫 你要有 就是說在開 當這個師債 我講不曉得 可能還要講清楚 就是這個異地修 這個安排的時候呢 到底是在這個整體的 更新的師債是什麼時候 是先拆還是說 再挖完這個地下室以後 再重整 還是整個做完 再重整整個 整體的建設計畫等等 都要說明一下 就是在這個 以這個整體這個才看的時候 那第三點呢 就是114年9月22號的那次文資會議呢 同意採用遷移工法 異地保存 這個大概就接受 但是內容呢 這本報告內容 可能還是要說明一下 因為原則上 這個採用遷移工法 沒有講得很清楚 所以古臭部分 就可能很明顯 古臭部分就是採用解 或是拆解異地保存 這個話 這個我們今天 我猜大概按照我們過去的經驗 這些鑽石呢 可能那些連結材料的 大概都沒有作用 所以大概可能採用 拆解方式 或是解體方式 應該 我相信應該可以同意 但是處理一下 就是 反正把原則講清楚 採用拆解異地保存 那冰雪說明 未來的位置 是不是在那種定所主義的方面 這個涉及到 我們以後的 以後的 這個 在修完以後呢 有沒有要變更的事情 這個說明清楚 就是說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或是教採用建議 在這個位置呢 是不是在我們 定所主義的方面 這個講清楚 文件報告裡面講清楚 那再來呢 補景的部分呢 大概看了一下 大概幾次一下 大概就是用挖掘出來 然後把它加強固定 然後整體呢 調到這邊來處理了 看來 好像因為 如果不這麼做 那些石頭也都是瓦解 好像有些心靈也高了 所以 但是一樣 這個也要說明一下 它的定夺土地呢 是不是在我們的 這個 外來的位置 是不是在我們的定夺土地裡面 然後剛剛也有人提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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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能再把它講清楚 是不是 水還可不可以用 有沒有水的機會 因為看報告裡面呢 是 地下水 還可以盛進來 我不曉得 這句話不可以 我相信 今天這個 我們將來看地下水 這個地下水 是不是都可以 全部排除 不會排除 他因為他地下水 我也會回來 我不曉得 這個就是把報告都講清楚 那一般界 大概都會 這個 那當然 有這個事情呢 大概報告裡沒有 但是 公法三媒媒體 就是 將來的安全 要不要 怎麼做 現在提了兩個方法 也不曉得應該怎麼樣 然後 然後 咱們是不是又可以用水 還是我們也不能用掉 可不可以有別的方法 我相信在開發這邊 但是跟我們說可信性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提一下 這個處理一下 然後第四點 這個進到核心 可不可以進 因為我們的剛剛科長人報告 歷史建築的保存範圍是正地面 按照圖面的理解 我覺得這個看來像正生五開天 正生五開天 但是今天給我們的答案 好像只有凹壽面的三開天 這個可能要再提醒一下 就是這個當年我也沒開等會 今天也是凹壽看 所以這個部分 等一下就是 旁邊就是在 不然的話就是我們 這邊再把它提醒一下 所謂正地面 正地面是凹壽的 是五開天的正地面 還是三開天的凹壽面 這個講清楚 好 那今天所提的細節呢 大概我覺得還是 大概都是原則性 我看了一下大家 還有很多文字的前後矛盾 這個講得太細了 就不講 那請建築師回去再修正一下 那未來的凹壽圖面 大概也有很多不清楚 尤其像污面 尤其有沒有含糊 那個收編的 這個今天都沒有污面 那大方就是剛講的 那種解體重建 那拆解的部分 我相信會有很多的壽壞 那被含糊的時候呢 大概是用舊壁塗裂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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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含糊塗裂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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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 還是剛剛講的 有些印度有個地方會訓練 還是說都沒有藥 那我們先會給我們建築 建築 收索 等等建築 可能都把它講建築 最後還有一件事 抱歉的就是 未來這個保存的標定 算不算建築物 如果是建築物的話 那也要做不成計劃 好 非常謝謝各位 剛才聽委員這樣提 可能就是說這個修復計畫 應該還是要照委員很多的城鎮來做修訂 我們是在現場的委員 是要節省時間出面來要求 還是說現場要表達 給他們知道一下 有沒有現場委員要現在移到港南的委員 提得要不要愛情 那請各位委員 這位當初的那個計畫 請問一下委員 現在就在講 當委委員移到的編移啊 那個培檢的話 那個協議的這個部分 他裡面都交代了 但也許如果移到的那個歷史教的部分 可能還是要補充 那我是建議說 因為他這個部分 我們當初我們委員審查 大概都沒有問題 那是不是讓他照顧通過 請廠商 還有黃建築師 在這個民委委員 提到的那個醫院裡面 後續在這裡做修復 但是還是要從無奈體這邊來 再次的委員之後 然後在中正的工作 我想這樣子 節省時間 我這裡也有提到的三個 當初在審查的時候 這個文印的這個列文裡面 並沒有把它列出來 就是以前的民委員提到說 未來那個牆面的後面要做一些解說 那個解說要解說文字 有些什麼文字的什麼 那個還是要趕快補充 那第二個 就是剛剛也有我們那個 我們就是這個文印提到那個水裡的水 那個到底要怎麼可以保證它有一點不斷 這邊都是靠河邊 所以基本上 靠河邊基本上不會有問題 但是因為你地下室 深的地下室都開瓦 那可能會影響到水路 所以這個部門一定要確實 開瓦的地方要確實 第三個呢 有關這個利益的這個維護系統 未來的維護系統 這個專責單位 專責單位 因為我們的系統 可能大家都不懂 所以可能卡巴桑真的還是要想辦法 找到一個專責的維護的單位來 來對我們做承諾 就是以後這個文字呢 那到底的維護是什麼樣子 我們可以解釋 好 您有不過呢 該怎麼不就不住呢 你們那些的 都要把這個維護的維護系統MH 以上的建議 謝謝 我現場確實他們的住戶 我們所有選非常複雜 如果能夠整整我覺得應該是雙魚 但是我記得那個時候 鄉民有說 那個你們要做水的調查 水脈的調查 那我其實也很擔心 是說挖了地下室以後 可能那個水也有可能會不見了 但是有沒有可能公路具有代表嗎 那個 因為葡萄桃最重要的就是水源 那水浸這個部分那個公園 能不能再做一點事情 假如它真的水都沒有的話 我覺得這個 現在那個水浸公園那邊 跟我們這一塊開放空間 能夠再做一點點 把文化的歷史那種氛圍能夠再現 現在其實就是這個水溝 水泥水溝 但是我們看不到那個歷史的這個氛圍 那我覺得公路局公園處 應該有責任把這一塊做出來 那因為假設真的是水不見的時候 其實那個井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死的元素的保存而已 那我認為這一塊是還滿重要 因為那邊還有很多堆滯場 他們在做這個游水距的系統 謝謝 好 謝謝 來 請 像剛剛賦予剛剛兩位委員的意見 第一個當然就是 那個歷史標材研究的部分 可能要中加 那第二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剛剛那個代表裡面 也有提到說 我們其實會整合到 剛剛講結合公園那個部分 那我自己看到在六家庫的狀況是說 他是在早期都市計畫剛開始的時候 他是用都市計畫的方法 把那些老白留下來 然後同時他們自己的子弟 願意去保存那個房子 所以其實六家現在的 也在水郡裡面的九個歷史建築裡面 很多的宗旨他們是每天 至少國家跟民家是每天都來去上香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事情 他其實不只是一個都市開發案而已 他還牽涉到真的是文化的保存 以及歷史這個再建徵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話 我不知道現在那個過程階段是怎麼樣 但是如果能夠有機會 也許整合到那個公園的開發這個部分 然後在鄉民那邊也能夠做一些協助 因為我想這個開發案應該是 也有這樣的潛力跟機會去做 那這個裡面可能就有蠻多協調的問題 也許就不只是這個鄉民跟所有權者的這個問題而已 那我基本上還蠻贊成剛剛郭老師以及米老師的那個建議 讓大家在那個地區有一個更好的一個歷史的延續 謝謝 主席安委員還沒有 來 主席安委員 那這個部分 大概前面有開過專案的小組會議 那李老師可能當時沒有來 那包括李前阿 詹老師等等 那時候都有五個老師有開過 所以包括樹阿 還有那個房子的位置 其實有討論過 那今天老師如果還有一件的話 可能也會請他讀證 那另外是公法 其實是今天要談 同不同意他一個關鍵 那他主要的公法 因為今天時間也沒有那麼長可以請他說明 那公法的部分其實 可能不是李老師剛剛講的那個移籍的方式 等一下我們這部分 當然我們也有資料 如果老師要看看 那另外在資料的調查上 其實在過去104年的時候 沒有要請他門提 因為當時私人的沒有這樣的規定 那現在其實 不管私人或公家 其實新法裡面都有 細則裡面有要求 可以抵造 就是他可以抵造 所以將來其實我們還是希望能夠 補這個部分 趙平老師 好 其他委員傳媒意見 這樣 就剛才講的水脈 這個公務局 就這個主管的立場 我想就是說 會後可以就公務局 在主管的立場 可以做十當的要求和規範 是在未來的這個開發之前的調查 可以大致期待 謝謝 這邊還有一個補充說明 因為基本上我們剛剛查了一下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蘇拉桃的公園 不是在都市計畫的公園範圍裡面 大家曾經有一個過往就是說 這邊有個水浸清水公園的這個工程 是由這個更新處這邊規劃設計 那唯有我們水浸清水公的 有這樣一個過往的這個發生過的事情 在這邊補充說明 對 就是說我剛剛講的 不管是不是在公務局內 在台北市境內的這個水資源 它該有的掌握的部分 可以藉這個機會 主管機關的立場 會後做一些必要的要求 就是說這個水墨的來龍去墨 針對這個案子 如果大家都沒有其他的意見的話 就是剛才這個委員執政的這些部分 就是說我想就是說 該補充的案子要補充 今天剛才三位有一個特別提到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初步給他這個 維護的這個計畫 保規劃 保盆規劃的計畫 要給他初步的通過 會後他這個修正的 還是要報委員會來做這個定案 等於是還是沒有過了 這大家同意嗎 就是有關那個異地重組這個事情 大概可以通過了 是 但是位置這個事情 你有確定嗎 對 他要提啊 他提了還要再去 還要再去 就是那個真的 所以反正在修復重組這些東西 原則上 我剛剛講的兩件事 就是哪個部分是太遠 來 非常特別 就是哪個區域報告的 你講 你講 然後我講的 你講 就是說剛才包括 前副局長提的什麼 公法 該做的調查 今天在規劃這個報告裡面 有的部分我們就初步會通過 那但是今天所有委員提的 或者是還沒提出來 待會兒書面有的 我們會在下一次的這個委員會來做確認 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 大概就這樣子了 好不好 好 這個剛剛老師所講的這個異地的位置 那這個地方是 大概我們留了 大概我們那個地方是大概留了150坪 那本來以前在開會的時候 所以我會就是說 這個陰面是不是到這個樹 這個保護樹木這邊過來 就是這邊的樹木 那問題是 公平 有有有有 問題是這個保護的樹木 我跟妳建議兩個方案 第一個剛剛妳沒有 妳這邊的圖面也表達了不清楚 把它放大 那當然是不是因為 你們的更新都已經定案了 才決定在這邊 不是 在哪個定案 就是保護樹木 給我們兩個方案 好 來 然後除非要大家一點 把白油在進場裡面 位置都放清楚 然後在進場裡面 好 請坐 那初步的這個規劃內容 就是初步通過 但是剛才所講的東西 下一次會議做生事 確認 好不好 主席是不是 程序上 跟你確認一下 就是我們再開一次小組會議 由文化局開來 確認細節 然後再下次會議上報告 所以所有委員的建議 就今天大體的報告的架構 按照委員的建議初步是通過了 但是所有剛才講的這些都是細節定案的部分 要下一次可以做確認 好不好 OK 好 下一個 我們留的討論是相三 因為今天時間也到 那我們再另外再